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赤狐 前兩天有跟大家分享了2023下半年的遊戲推薦 當時有說到下半年的遊戲 很多推出的時間都卡在一起 搞得玩家很糾結遊戲的順序 實際上最近也發生了差不多的事情 超偵探事件部物語迷宮 幽靈偵探 Everybody want to switch 三款通天發售 在那之前還有需要大量時間玩的牧場物語 最近確實又難倒我了 不過由於真的很好奇小高這次 又會有怎麼樣的劇情虐我 所以我還是先玩了超偵探事件部物語迷宮 官方的規範上不論是影片內容還是直播 都不能講超過第一章結束以外的劇情 所以我想說就放到快篩當中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讓我們來聊聊這款遊戲 以及看看最近還有哪些遊戲推出的吧 超偵探事件部物語迷宮 這款遊戲如果開頭所說 16月30號在Switch上推出的遊戲 這款遊戲在推出之前就受到了不小的關注 很大的原因就在於參與遊戲編劇的人 是過去推出槍彈辯駁系列的小高和剛 它筆下的劇情複雜與反轉 很多時候都能夠讓玩家措手不及 除了編劇之外 這次的遊戲包含音樂與美術 也都有槍彈辯駁系列團隊的人參與其中 站在玩家的角度來說 很容易會把這款遊戲 視為槍彈辯駁的精神續作 那實際上玩起來又是如何呢? 我們先從遊戲的玩法開始說起 以偵探為名的遊戲 老實說相當適合小高寫劇本 遊戲中要我們要扮演的是一個私藝的偵探 透過身上的資料來獲得自己身份的線索 並且根據現有的資訊 踏上了一個解開案件的旅程 遊戲在玩法上確實很有槍彈辯駁的印字 不過我們在獲取資訊的操作上 這次設計成了第三人稱的視角 場景中會有各種可調查的提示 每一個調查或許都會對案件的釐清有很大的幫助 移動的部分除了可以尋找線索之外 根據劇情的需求 在一些關鍵時刻會出現QTE的操作 遊戲整體還是有把遊玩的過程 以篇章的方式來區分開來 這邊的篇章並不是說劇情的章節喔 舉例來說在第0章的時候 我們移動的階段是探索階段 這個時候所發生的是正常的時間流逝 並且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獲得資訊 當正常階段結束就會進入事件階段 在事件階段結束之後 就會進入到這次主打的全新遊戲玩法 迷迷宮階段 需要透過破解迷迷宮來找出事件背後的真相 並且找到誰才是真正的兇手 而當玩家順利破解迷宮之後 就會進入到事件的回顧階段 會以兇手的視角來呈現這次的事件全貌 結束之後我才會再次回到第1階段 並且繼續推進整體的遊戲劇情 也就是大章節的推進 這樣的風格方式給我的感覺 確實很有槍彈辯駁的味道 也呈現出了這款遊戲想要帶給玩家的遊戲性 探索、判斷、劇情呈現 我自己有玩過小高他們公司推出的另外一款遊戲 世界末日俱樂部 以新團隊的遊戲來說 這次的超偵探事件部因為有跟其他公司合作 明顯在各方面都有比前一款遊戲有很大的進步 在尋找資訊的階段當中 由於是第3人稱的緣故 雖然視角不是像第1人稱那種傳統的解謎設計 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場景上的資訊 但是我實際玩下來 或許是因為接觸第3人稱的遊戲比較多 反而因此可以更清楚的判斷 自己有哪些地方是已經探索過的 比起第1人稱對我來說 我的視野更加掌握了現場的狀況 這次的遊戲主打的主要玩法 迷迷宮的部分 老實說我自己有點不習慣 如果是有玩過槍彈辯駁系列的玩家 這個部分就有點像是班級審判 我們過去所獲得的資訊 會變成我們的武器 有點類似以往的炎彈的設計 不過不同的地方有幾個 第一個是這裡變成了鑰匙 而且是從可愛的小死神嘴巴裡面吐出來的東西 第二個是我們辯駁的對象 並不是其他的人 而是根據這個事件本身 而出現在迷宮中阻礙我們的迷怪人 說白了就是事件本身的疑惑點 我們就要利用資訊來破解這些疑惑點 在跟迷怪人的戰鬥上 遊戲採用的是簡單的動作玩法 我們要閃躲對方說出來的話 並且找到對方話語中的破口 選擇正確可以反駁的鑰匙 來打破他說出來不正確的話 藉此來打倒迷怪人 在打倒之後就可以繼續前進 整個迷宮中有大量不同的玩法 除了戰鬥之外 有些時候會有可以慢慢思考的選擇區 有些地方則是要在短時間內判斷的快速選擇 這次甚至還有填空體需要完成 除此之外的時間 玩家也要控制主角持續前進 並且一邊前進一邊跟小死神對話 這些對話有可能也會幫助整個事件的思考 說實話針對這個迷宮的部分 我目前玩的進度來說 我會覺得中間有些操作 讓整體的遊玩過程變得相對攏長 有些移動跟對話拖慢了不少時間 如果單純只是對話 可以快速按A看完過去 但搭配上移動需要一定的距離 就會變得有點多餘 雖然有些地方可以按住R加速 但由於不確定會不會有漏資訊 我自己是不太會去按 當然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不過這款遊戲最厲害的 那當然還是它在劇情上的呈現 我不得不說 從第0章開始 小高應該這次也被玩家私底下罵了不少次 我們這邊不會劇透各位請放心 但會提到一些預告中就有出現的內容 剛剛有提到小死神的存在 實際上它的由來我目前也不清楚 只知道它是跟在主角的旁邊 並且可以變成正妹召喚迷宮 它在跟主角的對話當中 會很常提到各種作品當中的設定 讓整體的對話變得莫名的有趣好笑 絕對是這次文本設計上非常厲害的地方 而在劇情的劇本上 剛剛有提到小高會被罵 這次的劇情真的又是那種 開頭你想了半天 都已經在幫自己做心理建設囉 然後發現小高狠狠的打你臉的設計 如果有玩過他們推出的遊戲 應該不會太陌生 我的感受上這款遊戲又更加誇張了 如果你以前就喜歡被小高弄了之後 再來罵小高 那這款我覺得會很適合啦 尤其中啊小死神有說了一句話 只要盯著他的胸部8秒 問題就都解決了 當你看劇情想要罵小高 請先盯8秒 當你覺得迷宮很拖時間 那再叮8秒 我是不曉得對你們有沒有用啦 反正我是繼續玩下去了 整體來說呢 我會把這款遊戲推薦給那些 原本就喜歡槍彈辯駁系列的玩家 如果你過去沒有接觸過類似的作品 老實說 我很難保證你會喜歡還是不會喜歡 要說的話呢 這款遊戲把很大的重點 放在玩家的思考與劇情呈現上 比起一般的解謎遊戲 他更喜歡做的是逼迫玩家 去往自己覺得不可能的方向思考 如果是喜歡這種風格的玩家 那就可以考慮 另外對我來說 之前玩槍彈辯駁的時候啊 整體的遊戲節奏 對我來說就已經偏慢了 這次給我的感覺啊 尤其是迷宮的設計 又更慢了一點 這點是我個人感受 分享給大家參考 那以上啊 就是這款遊戲的一點分享 由於規範上不能說太多 我們遵守遊戲公司給出來的規範 這次就用非常前期的初體驗 來分享給大家 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 接下來啊 我們就來看看 近期有哪一些重點遊戲推出吧 皮克敏一加二 已經於6月22號在Switch上推出 皮克敏系列四代同平台哦 一加二有以合集的形式推出 也有分開販售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買 相比於現代的皮克敏來說 前兩代的皮克敏有比較高的難度 有了時間限制與壓力的情況之下 很有可能時間到了沒有完成目標 很推薦喜歡這個系列 又想要挑戰的玩家嘗試 不過中文的部分 要等9月才會有更新 到時候會再提醒大家一次 索尼克起源PLUS 已經於6月23號在Switch上推出 如果想要回顧經典的索尼克系列 那這款還真的不能錯過 把原版的幾代遊戲做了畫面的調整 保留了像素風格推出在新的平台上 另外還有加入新的系統 包含BOSS連戰、紀念模式 BGM博物館、鏡像模式 全新動畫等等 是相當有誠意的回味作品 《牧場物語》 《無憂抗美麗人生》 已經於6月27號在Switch上推出 中文版終於推出了 這款遊戲的初體驗部分 我之前有發過影片介紹了 大家有興趣的呢 可以去看看內部完整的影片喔 《小小夥伴狗狗小島》 已經於6月29號在Switch上推出 等不到任天狗 但又想要玩一些狗狗遊戲 或許這款遊戲可以考慮 主打的是跟小狗狗們 一起在天堂島上快樂的玩耍冒險 遊戲有9種不同品種的狗狗 可以照顧牠們 幫牠們拍照 幫牠們換衣服喔 喜歡狗狗的玩家或許可以考慮一下 《幽靈偵探》已經於6月30號在Switch上推出 30號推出唯一我還沒有玩的遊戲 也是我規劃當中接下來想要玩的遊戲之一 同樣也是解謎類型的遊戲 今天提到的超偵探事件部 是槍彈辯駁精神續作喔 那這款遊戲對部分玩家來說 就是逆轉裁判的精神續作 由巧舟製作 2010年在3DS上推出的遊戲 這次調整了畫面在Switch上推出 這款遊戲也是一款解謎類型的遊戲 不論是劇情的呈現 或是死掉後還能夠調查的設定都很特別 我之後也會想要體驗一下 Everybody Want To Switch 已經於6月30號在Switch上推出 這款同樣有分享過完整的初體驗心得 任天堂本家的派對遊戲 利用智慧型手機的結合 又再次在玩法上做出了大突破 確實驚艷到我囉 詳細的介紹可以去看看我完成的影片喔 大富翁4 FUN 預計將於7月6號在Switch上推出 同樣是大富翁4 但可惜喔 不是經典的原版世代移植 或許遊戲公司也還在等待一個機會 一個值得移植世代的機會 這次的大富翁4 FUN 原本是一款推出在手機平台上的遊戲 當時為了手機平台有做出一些調整 這次推出在Switch上面 我很好奇這樣的遊戲體驗會有趣嗎? 之後沒有意外的話會分享心得給大家喔 7月4號工人物語 新同盟策略類支援中文 7月5號陷入困境的戀愛心理 問答類不支援中文 ACOPLAND動作類支援中文 GIMMYK SPECIAL EDITION 橫向動作類不支援中文 幻覺恐怖冒險類支援中文 橫向動作類,不支援中文 The Path Within,點擊冒險類,支援中文 City Limit,抑制類吧,不支援中文 超級箱子快遞,超越地平線,飆車類,不支援中文 極靜的宇宙,冒險類,支援中文 Space Lines,意志類,支援中文 大腦活動研究所,鍛鍊大腦類,不支援中文 計算機製造商,製作計算機類,不支援中文 驚心動魄的驚喜,問答類,不支援中文 麻煩小魔女最終版EP1,拱合金的少女們,橫向射擊類,不支援中文 自然拼圖,意志類,支援中文 地堡21,加長版,射擊冒險類吧,不支援中文 漂亮公主,魔法原藝小島,模擬類,不支援中文 幻殺,動作RPG類,支援中文 布羅科先生公司,橫向動作類,不支援中文 移動阻礙,意志類,支援中文 守護者勳章,彈幕動作類,不支援中文 多愁善感死亡輪迴,生存冒險類,支援中文 7月7號,FiboLight,彈幕射擊類,不支援中文 以上就是這週即將要推出的遊戲 最近要補的遊戲真的很多 有玩的部分會陸續分享心得給大家 要是有些遊戲被我放掉了 但你真的很想要看心得的 也歡迎留言提醒我 有些可能我玩了 但因緣際會之下就沒有寫心得了 最近大家又都在玩什麼遊戲呢 歡迎留言分享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祝各位遊戲愉快 的節目 啊 我